你爱她吗 爱 你爱她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异地恋期间 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异地恋 能坚持下来挺不容易 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太坚持 你爱是你们当时异地那种 远距离我有一个女朋友 我享受这种远距离的这种精神上的沟通 但现在为什么近距离在一个城市 居然没有这种思念 那种迫切想跟你在一起 一起说说话 一起吃吃饭的这种感受呢 丝毫看不出来 只能说你当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确立了自己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 但真正的爱是这种感受吗 暂且不说你做了什么 至少你那种应当有的思念 这种想在一起这种感觉 并且真是想天天在一起去互相看着对方 不说话也可以的那种那种感觉 你有吗 如果没有 你就真正没有爱啊 这个女人 谈了四年 根本就不是恋爱 可能就是一个朋友 还不是好朋友 多可悲啊 心里没有你 不知道尊重你 不知道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真心真意体会不到 连朋友都不是 就是相识的人而已 挺可悲的 赶紧打住吧 好吗 你也是 别耽误双方的时间了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爱全世界很容易 爱一个人很难 爱全世界很容易的原因是 你只要给周围的人时间 帮助 金钱就可以了 但爱一个人不光要给这些 更重要的是你要把心给的 按道理来说 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爱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你首先要对他们好 其次还是对别人好 但为什么会变成 有些人对外面的人 比对自己的人好 据他们自己所说 他们的解释是 因为你是亲人 所以你应该理解我 而别人是外人 所以他们不理解我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你必须理解我的原因是 因为我善良 我对周围的人好啊 但我今天要揭穿这个谎言 不是所有的善良都是天良 有一种善良是廉价 比如说这个男生 他以为他对周围的男人和女人 都是善良的 其实不是 他对男人的善良是死要面子 他对女人的善良是献殷勤 我不相信 哪个对自己家人都不好的人 对别人能有多好 那都是死要面子和献殷勤而已 相反我比较欣赏那些 对家人特别好 但是对他人 尤其是对异性相对冷漠的人 我倒觉得那样的人挺善良 在这尤其要说到 对女人的献殷勤 男人只可以对自己的亲人当中的女性 和自己的爱人好 却绝不可以对任何第三方的女性好 因为你对别人的所谓的善良 就是对于自己爱人的无情 我想跟你所说的是 很多女人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 他们心里总会这样想 这个男人对别人都那么好 对我能差到哪去呢 错 这是个谎言 看一个男人对你好不好 不能看他对周围的人好不好 要看他对亲人好不好 一个男人真正对一个女人好不好 要看他最关键的时候 而不是看他平时是不是一个大好人 是不是一个大众偶像 所以你千万不要犯这个错 因为这个男人对周围的人都这么善良 那么他对我一定会很好 事实上不是的 你不要以为你左等右等 能等来这种善良 你等不来 当你这么卑微地向他发出请求的时候 你基本上在他的生活当中 已经没有位置 就这样